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逼我交出那些宝贝 现在吴三桂等人都在为我出谋划策 打吧 打 还像上次那样 上次只是一些小小的教训 这次打蛇要打七寸 不出手所以一出手就要他死 什么意思 现在你学校里能帮上忙的人有多少 那梁山五十四小好汉 加上花龙和邦振江 那都是我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哥哥 雷老四 一共有多少地盘 这城里的六间酒吧和夜总会 咱们大半都过去过了 这个郊区还有一家叫大富贵的 说起来那里倒是人最多 七个地方 现在的人有点少啊 如果是打仗的话 你可以叫上方拉和他的四大天王 这点小忙 他们总不会不帮的吧 对了 还有那三百岳家军你怎么忘了 不行 岳家军是纪律如铁 要让他们帮我去扫荡别人的买卖 恐怕他们会有所忌讳 尤其是那些人在他们看来 那都是平民啊 把向老弟叫回来 我们几个老大仗算一组的话 其余六个地方至少还需要白来人 先说说你的计划 一个字 打 本来老四所有的场子都断了 不管能不能抓住他 总之最后要逼得他乖乖地敲出了包子 有那么容易吗 所以我们出手一定要狠 要一次打的他再无还手之力 要一次打的他绝望 再也不甘有反抗之心 如果他狗急了跳墙为难包子 怎么办 哼 一个钱就能买中的人 他有胆跟人拼个鱼死网破吗 上次我们那样得罪他 他在不知道我们的底细的情况下 他还能隐忍 可见此人是有些诚服的 而且他还贪财 想必做事是懂得权衡的 他绝不会为了一帮外国人放弃了他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机械 你们不觉得你们忽略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吗 嗯 包子姐到底是不是那个雷老四绑的呢 我拿出电话 寻找雷老四几次联系过我的号码打过去 雷老四冷笑着问 什么的 想通了 我媳妇是不是你绑的呀 哎呀 是啊 哎呦 我才想不通了 这女人 要什么 要什么可玩 值得你这样呢 你给我半天时间考虑 这段时间你最好不要为难我媳妇 哎呦 哎呦 咿能的 哎 哎 说到了 我们以后还要在一块地皮上混呢 是不是 我是不想把事情做绝的 放心吧 弟妹是我叫人骗来的 没动作 现在正在那看电视的 不过时间长了以后 不知道他会不会多想了 我挂了电话 冲屋里的人点点头 吴三贵说 现在你去异财叫人 记住越多越好 我和木兰在路上 再合计合计详细的计划 我现在打电话 把湘大哥和刘大哥他们叫回来 我去想办法对付空空门 只有一只不说话的荆轲 这事终于松了一口气说 又有架打了 我一路飞车赶赞预财 重用了应急大喇叭 所有教师速到旧校区大礼堂开会 所有教师速到旧校区大礼堂开会 大哥 用不着所有的人都来啊 啊 对 所有武术教师速来旧校区大礼堂开会 所有武术教师速来旧校区大礼堂开会 大约十多分钟后大礼堂已经是坐屋须集 那个 请以下被我点到名字的老师 李长 啊 这个事情有些急 以后我会给大家解释的 成丰收成老师 段天郎段老师 以及二位的师兄弟和徒弟 也请离场 童元童老师请离场 那个小六子 你也给我出去 哎 强哥 事情们都听说了 您说怎么办呢 你 成老师和段老师他们也都知道了 哎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哎呦 刚才大家不都在议论的吗 没有不是笼子 自然就知道强哥你出事了 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你们的路还长着呢 什么意思啊 反正刚才对我点到名字的老师啊 都请退席啊 这件事和你们无关 那他们呢 我就奇怪了 我们拿一样的工资 为什么他们就比我金贵 方振江稍稍拉了一把通缘 让你走你就走 我们能留下不是因为我们比你金贵 相反 是因为我们命贱 你难道猜不出参与这件事的后果吗 小江 你先说说 你打算怎么办吧 我准备带着人把雷老四的厂子全砸了 直到他交出我老婆 各位 你们可都是老师 今天晚上跟我走的人 轻则失业 重则进局子 这就不用我说了吧 那方振江呢 为什么你就放心带着他呢 远远 你少说几句 我们还有正式要办 不该你管的你就别管 好 我不管你 你也别管我 这次我是非跟着去不可 我跟包子姐见面不多 可是可是我们姐们投缘 好 那刚才被我点到名的 除了佟老师以外 其他人 那就先等等啊 程老师 你又怎么办 销领队啊 其实啊 那我们几个呀 那都是个农民 是吧 哪才当什么老师 我之所以叫你销领队 那都是念着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啊 哎呀 那个晚上 那人是紫味无穷 令人是终生难忘啊 那我们虽然是一帮警笛之蛙 那也不敢忘了这个江湖的道义啊 那现在不说什么 什么老师啊 什么校长啊 那都是为了朋友 啊 别个忙 我们都得帮 大不了 他回去中低着我们 对 说得好 一起去 跟着程大哥 好 现在外人里就只剩下段天狼 他其实是个比较谨小慎微的人 果然段天狼半天不说话 脸上也不带任何表情 段天豹焦急的拉着他的袖子说 五哥 你说话呀 人家都走 光留下咱们有什么意思 就算三千多学生都归我滚 他们学里的本事 照样还要戳你的脊梁果 这我还是懂的 诗者是传道授业解惑 传道是最重要的 不过 我还是觉得 你们这样做不好 我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 好 大家走 走吧 翻诚子 酒包子去 走 我看着下面满坑满谷的人 虽然事情紧急 但还是充满了幸福感 说一句话 就有几百人跟我去打架 这个儿时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不用看出我有点激动 走到我身边小声说 还是跟大家说几句吧 这个兄弟们 我们从来不想挑起战争 但我们从来也不畏惧战争 现在战斗的时刻 到了 敌人的矛头已经抵在了我们的脖子上 再打个嗝 就能闻出他们晚上吃了什么 前面的几句不错 后面就有些恶心了 张顺在下面趁我喊 你少废话 上次的架我们就没捞着打 赶紧不吃任务吧 别这次也打不成 吴三贵赶紧说 任务很简单 就是把姓雷的地盘连根拔起 但是我们这次 还有一个额外的任务 就是抓住他 所以比起上次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 吴三贵把地图交到了吴用手上说 吴君士对两三颗位的情况了解较深 所以这具体的部署 还是你来 既然这样 我们就分成七处 这时候方辣突然说 你们保六个场子都行 剩下一个 交给我和兄弟们 那我再给找几个兄弟吧 可是五十多条好汉分成六度 这人手已经很紧张 这时候段天狼说 那 我那些不成器的徒弟们 倒是可以跟着老王他们 负责打个下手 这些我嘛 乱听吴老师的安排 那好 两再好不够 还要劳烦段兄弟 亲自带领一组人 同林教头 攻打前乐多 好 成丰收的人也是这样 大多被安排做个副手 这样的话呢 以后可以少担责任 七个组分摊下来 平均每组有十几个人 无用 这吴三贵和项羽说 吴老哥和霸王兄 最好能够击中侧应 一旦有了包子的消息 我们就以 熏来之事扑上去 哼 还是无君知 考虑的周到我 向我向偶 只是匹夫之勇 都把这最重要的事情 给忽略了 我现在身边 翘生生的站着一个人 正是张丁 你也来了 哼 不要小瞧我 平常人三五个 不在话下 自从我揭示张丁以来 实在觉得此刻的他 最为可爱 卢俊一站起来 朗声说 好 咱们就此出发 这一站 只关我们小强兄弟的 终生幸福 望众首领 谨慎处置 万事且大局为重 若因为个人的原因 公败垂腾 定要 君 洒 从 死 上 吴俑 吴俑操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时间是 8点35分 给你们各足 25分钟时间到位 9点 等我统一的号令 一起动身 绝不可擅自行动 是谁 三百岳家军坐在席上 都露出了急切之色 但这时 却还是军令为大 不少战士 都往徐德龙身上看去 徐德龙走到我近前 有点抱歉的说 小强 暗所 这个时候 我们是 李金帮忙的 不用说了 徐德 你的苦衷 我能理解 如何是好的 对了 我可以请示一下 我们的岳元帅啊 只见徐德龙拿出了电话 拨了一个号码 三言两语 把情况就说清楚了 下辈 请 元帅 给我们指示 指 指 小强 元帅要跟你讲话 手掌好 小强啊 你这个忙 岳家军是不能帮的 是 我明白 可是 如果你有办法 让别人不知道 他们是岳家军的话 哦 瞧您说的 这岳家军都是一千年前的人了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 哪可能有什么岳家军呢 是不是 我学校里倒是有三百个功夫不错的学生 嗯 事关紧急 北魏军我可以戒备你 但是 你要保证 自己干的 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果事后被我发现你言不由衷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岳飞的敌人 是 我向宋徽宗的老人家保证 把电话给徐德龙 徐德龙接过电话以后 听了没两句 就露出了微妙的笑容 最后又是啪的一个例证 是 明白 他挂了电话 直接面向三百战士说 从现在起 你们被开出军机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之内 你们的身份是涅裁的学生 一切要听校长 校强安排 有什么事 校校长 请下大命令 全力 起 哗的一声 三百整齐的站了起来 毫不含糊 这可真是乐死我了 原来真的是很好使嘛 我跟吴勇和吴三桂 简单的商量了一下之后 又分出了二百一十人 追加到各个行动小组去了 小校长 小校长 你在干什么呀 小岩 我们这个 哎呦 你说呀 你到底让他们干什么呢 这样 我让他们帮我打架去了 哎呦 什么呀 什么呀 你们都不能去 不能去 对不起 阎老师 尽力在先 十命三搜 严谨声是垂胸顿足 忽然撒腿就往外跑 哎 你干什么去 我还能干什么去 我报警去 这对大家 对你 都是好处 你见谁 威胁住 听令 我命令你们看好阎老师 不许他打电话 除此之外 好吃好喝 不许有半点失礼 承订 先消的 先消的 你疯了吧你 阎老师 这件事完了以后 我就辞职 到时候 你就是裕裁的校长 这个活 你干 确实要比我合适百倍 哎呦 哎呦 你放给我 你放给我 哎呦 这帮无赖 我说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的 你们呢 哎呦 花木兰本来一直在研究地图 这时候终于是忍耐不住了 走到严景生跟前 给了他一个小嘴巴 你喊什么喊 你老婆要是被绑架了 你不急啊 严景生见打自己的是一个英雄大爽的美女 不由得一愣 然后就憋了嘴 李诗诗无嘴笑的 还真是 有想有我 九点差五分的时候 各路人马纷纷打来电话 报告到位 最后一组打来电话的时候 无用做出了同样的回复 有果不出意外 九点准时动手 九点零四分的时候 负责找雷老四一个酒吧的杨志 打回电话来 无用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 纳闷的问 你们那组是不是看错的时间了 别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行动已然结束了 没有发现雷老四 走 你暂时控制住现场 先不要让里面的人跟外界联系 仅仅一分钟之后 另一组负责扫荡酒吧的朱武他们也打了电话 行动同样完美结束 然后张青 董平他们组也都返回了报告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雷老四的三家酒吧和一家夜总会已经被扫荡了 吴三贵在地图上画着圈圈说 看来还是酒吧好对付一点 那几家夜总会可能也快了 当林冲和张青两个族也传来报告的时候 吴勇吩咐道 现在每一座人都挑出一个俘虏来 给雷老四打电话 求求 吴三贵笑道 我们在忙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迟迟不见芳辣他们组回话 吴勇把电话打过去一问 芳辣笑了 搞定了 本来啊早就白平了 那哪知道啊 后来呢 求点小误会儿 只是听电话那边老虎呲牙咧嘴的说 这些打架也不知道 我听说你死了 让雷老四躺下去了 我就要带着人取七大富贵了 想里边早已经被你们育才的人给杀了 是我这帮兄弟还跟你的人动手呢 我还两下子呢 要不后来认出来婚宴上见过那几位啊 不是不是我现在也都躺下了 这时候从林冲方面军传来了消息 雷老四在得知自己所有的地盘被同时砸了以后 又惊又怒 扬言要跟我在郊区决战 好啊 我们就等着这个呢 你会等着这个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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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